回来了 罗家 没有再为难你吧 你的腿 我没事 谁说没事啊 明月 回来就好 这是高家 是你自己的家 这是浩然的药 可不是美 我来 我会照顾浩然的 不劳你三小姐动手 对不起 我是想 你什么都不用想 浩然的事情 你一点都不用费心 好了 浩然需要休息 你去回吧 三小姐 你不累 浩然的身体 再进不起折腾了 晚一点 我再过来看你 这还差不多 别给他什么好脸色 凤衣 你以后不要再给明月难堪了 我怎么了 浩然 我实话告诉你 你姑妈已经铁了心了 局不会让你们在一起的 如果明月的丫头 再来打扰你 我会比今天还不客气 凤衣 听你凤衣的 小姐 浩然 我看你的态度 好像不想再跟明月 有什么牵扯 是吧 正好 明月呢 也是这个心思 她决心 要替人好 守寡 今后不再谈婚论嫁了 这样好 这样对你们都好 爹 我答应你的事情 我都做到了 也许 也许 你和娘 现在已经见到人好了 她是个好人 你们一定会喜欢她的 我也很尊重她 然后她跟我说 有些苦难 痛苦 经历一次就够了 不要在乎别人 怎么说 怎么看 不要管别人 怎么说 怎么看 自己跟着 自己的心走 想哭就哭 想笑就笑 小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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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了 等了你好久 我以为你 他以为你又回罗家了 二哥 我来看看你还缺什么 另外 把小湘送还给你 没有小湘在 你习惯吗 他不还住在家里吗 想看他那不还是随时 有什么不习惯的 你不在的这段日子 小湘照顾我 着实吃了不少的苦 大娘对他 他跟着你 你能体恤他 我反而安心 谢谢你 二哥 对了 去看过浩然了吗 怎么了 是不是凤怡他 不是 二哥 浩然的腿 真的衣补好了吗 浩然没了命的想救你 罗仁杰存心拿他撒起 让人往死里打 命能救回来就不错了 他的腿 明月 碧银 灯 昊然现在伤成这样 短时间内根本进不了厂房 何美唐 马上就要开张了 楼仁杰很会做生意 他一定有万法搞得我们鸡犬不宁 眼看我们高家饼铺 刚刚有点好转 现在又这样 都放回去 赵云阳摆好 一件都不能少 什么意思 人好东西不让动就算了 这也不让动 怎么 等着高家三小姐回来吗 留着做个提醒 地方自己不够心狠 对了 马上在镇上 给林大海找两个跨院 离高家越近越好 两个跨院 还有谁啊 能把高家 叫得鸡飞狗跳的人 大师傅 二师傅的人选我已经选好了 你只要动动口 这个人就能为你搞定一切的 甚至把整个厂房交给他都不会有问题 那人在哪呢 你可以出来了 大小姐 大师傅 好久不见 给您请安了 罗少爷 咱们可有一面之缘呀 不 我现在得叫您东家 东家好 我叫吴商 平日里呢 大小姐都喊我阿商 您就这么吩咐我就行了 林秀 你这二师傅的人选 就是他吗 是啊 不行啊 阿商为什么不行啊 大师傅 这个人可是你一手调教出来的 在高家的时候 对你毕恭毕敬的 叫什么干什么 你不是还找过他当领班吗 现在给你当下手 为什么不行呢 高家饼铺那时候有浩然不怕他们 你就由着他胡来也不出什么乱子 现在不一样 我们是跟高家饼铺做近身的拼搏 不能一点的差池 阿商 你这人品手艺根本当不了二师傅 大师傅 我觉得说话呀 得讲良心 我这么大的时候 您就开始教我学手艺 等于您是看着我长大的呀 你以前对我可什么挑剔都没有 到现在你说我人品不好 我也什么话都不说呢 大小姐 您给主持个公道 您说有这个道理吗 当然没有了 大师傅 是不是因为阿商是我找来的 你故意找我茬 骨子里是冲着我来的 你说阿商人品不好了 那你自己呢 人品又好到哪里去了 又拐了我们高家 好了 净提些成年旧事 现在说的是厂房的师傅 我说的也是厂房师傅的事 好了好了 饼铺还没开张呢 自己人就打起来了 这个兆头可不好啊 大师傅 我看 明绪小姐说的也有些道理 阿商师傅 毕竟是你的徒弟 再怎么算 也是自己人吧 这事就这么定了 大师傅 别动气啊 厂房现在缺人手 能有个人使唤也不错 阿商算什么 赵之急来挥之急去 你别跟他计较 就让高明秀得意去 我们现在 要把往更重要的事 更重要的 对付高家 果然要凭本事 但更要斗志 高明秀什么都干不了 但是他却能把高家 所有的人都气死 这可太重要了 其实我和你一样 都不喜欢高明秀这个女人 一旦和美堂稳定 我就会马上让她孤单 大师傅 我们要对付的 是杜文青和杜昊然 故事俩 其他的 我都不计较 大师傅 你放心 我罗人杰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让你 带着真仪 住进高家大院 让你成为 高家禀赴真正的主人 那才是真正消火解汗的事啊 剪下的事啊 忍忍就过去了 现在的硬实高饼 是福林饼和桃酥饼 按说这些饼都已经上柜了 可是这两样都是林大海的拿手好活 我怕我们上柜后 逃不着好 那雪中鸿呢 能不能再增加产量 不好 雪中鸿是手工活 想要增加产量 其他的就都要先停下来 这次 我们是场持久战 不能只看一时 高家禀赴其他的高饼 都要照常供应 我们不能自己先乱了阵脚啊 是啊 高家禀赴是百年老店 规矩营生 不能一遇到对手 就乱了套 我认为 不怕的五色饼 可以试试看 五色饼 经过我们几次的调整 现在色香味俱全 我一直想找个合适的时机上市 其实现在就是了 只有新的产品 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用它来对付何美堂 应该会有胜算的 是啊 我也吃过 而且我还拿去给明月试吃 明月也算好 浩然 那 贵叔啊 现在仓库里 五色饼的原料还有库存吗 我这就去看 我也要去找 你这是干嘛呀 好人 好人 我要去 走 你慢点好人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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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执 执 执少爷 去 去厂房了 他能走路了吗 他能走路了吗 不怕 先去把冬灶停一下 先把五色饼烤出来 看看颜色需不需要调整 那你呢 我没事 快去 去吧 快去 三小姐 小姐 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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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父 昊然 快来 昊然 你怎么 昊然 昊然 大师父 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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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动 不要动 你的腿 现在还没办法站起来吗 不要 放开我 我要起来 昊然 固定伤口的夹板 已经松动了 如果你再动 腿过会移位 就更能复原了 我不要自己出去 我要不怕扶你 你 昊然 来 吃点东西 有了体力和气力 伤口再好得快啊 今儿啊 阿峰伺候你一回 来 我扶你去 我不要吃了 不吃东西怎么行啊 我说了我不要吃 我就吃太多也是个废人 谁说你是废人呢 谁说你的 你只不过是受了点轻伤 方怡 你不要再说了 你不要再烦我 你出去 我这里不是弄汤 你不要来我这儿串门子 你出去 你出去 是 浩然 你需要人照顾 好 你不走 那我走 好好好 你躺着别动 我这就走 你 你又来做什么 是来看热闹 还是来看笑啊 要不是为了你 能弄成这个样子吗 这下好了 你趁心了 昊然不信佩妃了 他连心都废了 我去看看他 你不许计 你这个贵孩子 你能把人的魂魄都给缠住 你连浩然远一点 不要再靠近他 你这样抓着我 不怕被我缠住 封怡 我跟他说几句话就走 我不会耽误他休息的 拜托了 我 封怡 你到底真不知道烦呢 能发脾气 就一定有力气吃东西 你 不要发脾气 来 趁热先把饭吃了 好 你不吃 我也不再吃东西 有人陪着你一起饿肚子 你才不会觉得孤单 你的腿瘤了 你的腿瘸了 或是你的手断了 或是你聋了 瞎了 这都不碍事 你还是你 我 也还是我 我看着你 还是那个牵着我的手 告诉我 不会让我孤单地多耗燃 可现在这双手 只能够用来扶拐账了 所以 你才需要人帮忙 来 你离开这里 我就吃东西 你离开这里 去 我 你 你 去 你 去 去 那 我 你 去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大小寶寶都不一样 进了烤箱时间怎么拿捏啊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就是记不住 一点长进都没 躲开 大师王 要不您先歇会儿 我帮你 把他们打开 开张的那一天就把这个挂在门口 让大家看得一清二楚的 我们这儿卖的可是比高家饼铺 还要正统的高家糕饼呢 想吃道地的高家饼 就到我们这儿来 明秀 你这话可就过了 要说正统 我们家得志是高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虽说是庶出吧 可高家就这么一个独生子 谁能比他更正统 亲娘都不在高家了 正统个什么 迪初也不在高家了 正统什么呀 我是高家唯一的迪初 我还是个长女 不管我到哪里 我都是没话说的正统 我如果把这个摆出去的话 有谁敢说不对的 行 就给你个正统 你拿正统两个字 到外面去卖卖看 人家客人是到咱们饼铺来买饼的 谁来买字画呀 你有本事呢 就做几个正统的饼来吃吃看 明秀 你连一天厂房都没去过 就别在这诈呼了 来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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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新鲜出口的糕饼 来 大家尝一尝 来 来 来 坐 好 怎么样 没什么 没错 就是这味道 正宗高家饼铺的一品酥 没错 没错 好 以后 就都依大小姐吩咐的 正统正宗 都在和美堂 我们的饼铺 明天就可以开业了 好啊 来来来 请到里面看一下 欢迎光临 请 你好你好 到里面看一下吧 你招呼一下 好 还不错吧 来 再尝一个 来来来来 东西 你招呼一下 怎么样怎么样 感觉好吧 来 尝尝看我们的一品酥 来 您尝尝看 你好你好 欢迎光临 好 里面请 里面请 你好 欢迎光临 这是我们和美堂第一天开业 里面请啊 尝尝看我们的一品酥 我们的一品酥 比高家饼铺的还要好啊 里面还有更多口味的 我们今天都有打折 这都是可以免对顺失的 去里面看看啊 明月呢 去叫了吗 我想不用了 她刚回来 对家里面 对家里的情况不熟悉 又帮不上什么忙 大娘 明月咱就帮不上忙呢 爹在的时候 她就帮着料理厂房的事情 她知道的不比谁少 大姐 大姐现在公然和我们高家打擂台 对 浩然受了伤 何美堂又不断地用高薪挖角 厂房师傅的心思都在松动 这个时候 多一个人 就多一份力量 就算明月真的帮不上忙 那我们一家人一条心 那就是一种鼓舞吧 如果现在心里还放着疙瘩 还用得着何美堂打我们吗 我们自己就先垮了 对 得知说得对 是大娘想得不周全 阿贵 去吧 请三小姐到这里来 快去 是 明月 你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就直说 不要顾忌 得知说得对 都是一家人 应该一条心 您看这样行吗 在浩然的伤好之前 厂房的事物 再又不怕作众 二哥 你可以常去厂房走动走动 但是 你要记住 千万不要让师父们误会 你时去监视他们 以前 爹也正是因为这层顾虑 所以很傻到厂房去 现在 最关键的 是要稳住师父们的心 要让师父们知道 你 二哥 你们都很关心他们 好 这样好 就这样吧 为什么不打折 人家和美堂都能打折 我们这没见明目啊 先生 是这样 您要是一次在我们这买五盒的话 小店可以给您打九折 可是您这零散小量的话 我想您还是请谅解 我们高家做生意呢 都是实打实的 您瞧这些手工面料 行了行了 你们不打理这算了 我们到和美堂去买 人家样式分量都比你们多 价格也比你们便宜 这个 你们就吃点吃吧 走走走走 谢谢 我们到和美堂去 谢谢 我们到和美堂去 谢谢 别走 给我请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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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月 你说我们高家秉铺 能挺过这一关吗 高家秉铺 是百年老店 经得起任何考验 雨夜说得很好 我同意 长王暂时又不怕做主 你安心养伤 姑妈 趁这个机会 把不怕生为大师傅吧 胡说 你只是受了点伤 又不是人不在了 大师傅的位置 是说换就换的吗 你姑父临走前 把大师傅这个位置托付给你 你怎么可以撒手不管呢 以后 再也不要说这种话了 我现在根本没有心情去长方 我对那里 根本没有兴趣了 这是气话 昊然 长方需要你 姑妈更需要你 何美堂那边 除了大师傅在 明秀也去了 高家禀铺 要是不受影响还好 否则 我真的不知如何面对这一家子 如何面对宗族障碑 姑妈 明秀之所以会像今天这样 都是您灌出来的 她和刘建强的事 您早就应该断然处置了 可是您心疼她 您却把她放走了 剩下的这一摊子 您却用明月一生的幸福来收拾了 罗家开兵铺 大家都在指责明月 说她背叛了娘家的利益 当时她还是罗家的媳妇 大家都这么指责她 而明秀这样做 您说了这么多的话 我都没有听到一句的谴责 姑妈 姑父临走的时候 可是把高家都托付给您了 是啊 你说得对 是姑妈做得不好 女儿是我生的 我会给高家一个交代 你去厂房问问阿伤师傅 我们的一品酥 怎么还没有出炉呢 好 夫人需要帮忙吗 不需要 我们出去说话 不用了 有话在这儿说 我还要招呼客人呢 你有话就快说啊 等客人一多了 我就不招呼你了 跟我回去 回去 回去 回哪儿去啊 大人是回家 我没有家 明秀 你不用给我摆着脸 我在外面吃苦受难的时候 你来找过我吗 甚至连问都没有问 现在我跟你们打擂台了 你就要我回去 我回去做什么 去坐牢啊 还是在听你那没完没了的告解 你是高家的女儿 你是高家的女儿 现在不是了 以后也不会睡 你 你这个心里 就只有高家 就只有你大夫人的颜面 你 我这个女儿 一直是你心里的痛啊 也是我自己的痛 你要我回去 拜不到 好 你既然不愿做高家的女儿 我们和女关系 就到此为止 我没有你这个女儿 你把外面的招牌 转下来 转下来 不 我还要挂得更高 就因为我不是个儿子 我受了高家二十多年的窝囊气 现在我要连本带立的拿回来 我是高家唯一的敌处啊 我就是正宗 我就是正统 我会好好利用这个身份 你们能耐我何 你回去告诉高德志 叫他等着挨打 高家饼铺的招牌 迟早有一天 会被我摘下来 挂在这儿 好 你现在把我们母女还有的一点感情 都打没了 我本来还有的 但是现在 我也不用客气了 小姐 给 这是什么 是明月那丫头送来的 说是什么 接审开支的想法 想让你看一看 管得还真宽 还真以为浩然不中用了呢 小姐 这上面如果是胡说八道就别理她 这上面如果是胡说八道就别理她 犯不着跟这个丫头生气啊 不 她想得很周到 很周全 我们来看 会比她的事 她要是胡说八道 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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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呢 我处处和刘碧云计较 童亚生的女儿 人年茗玉 连骨子里都像高下的人 可明秀呢 出了正式的名分 我 我没有一样强过刘碧云 小姐 小姐你别买了过呀小姐 小姐 除了这雪棕红和五色饼 你瞧瞧这些东西 这怎么办呢 三小姐说了 天气已经渐渐变热 快过期的高饼容易变味 不能再送给安徽堂的孩子们吃了 那也只能扔掉 这长期以往下去 可怎么办呢 这都开始亏损了 不怕 最近怎么老是推迟雪棕红的送货时间 在城里的店铺都开始抱怨了 你不在 我一个人真的招呼不过来 雪棕红一再延迟交货 桂叔说了 现在是关键时期 不能出差呀 浩然 你还是进厂房吧 你不要动手 站在旁边看看总心吧 雪棕红又那么多道工训 咱们还像以前一样 分工合作才行啊 浩然 拜托了 我不想去找房 浩然 我在那里 这会成为大家的负担 你不要胡说浩然 不怕 别再说了 你 三小姐 你去试试看好不好 给浩然打打气 让她振作一点 现在 我们十天的收入 都抵不上雪棕红一个上午的买卖 如果 如果雪棕红还不能按时交货的话 那就 三小姐 你说 我在听 三小姐 如果浩然说的那些话 伤到你了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我知道她的心事 她认为她的腿坏了 以后都不能保护你 照顾你了 反而 还要你的照顾 她心里头很苦的 好人说过 自从你进了高下的门 就只看见你 在不停地照顾别人 替大小姐出嫁 也是为了去照顾罗家大少爷 她很心疼你 她一直在想 怎么才能让你过上好日子 但是现在 她是绝不能 让自己成为你的负担啊 在不停地照顾罗家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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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地照顾罗家大少爷 我们大概会有 一乘五的利润 怎么 这一乘五 那我们能分多少啊 分股是股东的事 和厂房的师傅没有关系 我们大海可不止是个师傅啊 是啊 她是个大师傅 行了吧 福城 你是不是有话要说 我特意到省城县城去走了一遍 就一般高饼销售而言 我们是比高家饼铺好一些 但是高家饼铺的雪中红 仍然销售极旺 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饼铺 再加上他们的五色饼销售也很好 所以严格的来讲 我们和高家饼铺相比 还没有胜过它 只能说打了个平手 什么 我们又是打折又是降价的 还花了那么多钱宣传 结果只是平手 是啊 我们大海以前做饼 从来都是不打折的 平的就是扎实的手艺 林夫人说得对 打折降价并不是我们取胜的长久之计 我担心的是 如果我们不能推出新的高饼款式 那么等开张的热闹进过了 顾客的新鲜感也没了 我们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这批新顾客 又有可能成为高家饼铺的回头客 那我们就做点新鲜的呀 是不是啊 大师傅 算了 做什么新鲜的都会有风险 大师傅 我们也做雪中工 怎么啊 不会 如果大师傅不会的话 那就让我们的阿商试试看 这合适吗 这 那玩意儿有什么难的呀 大海啊 你就做一个让他们瞧瞧 浩然不就是跟你那学的吗 你就做一个比他还好吃的雪中红 让他们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正中地道 行 就这么办了 大师傅 他卖雪中红 我们就卖红中雪 辛苦你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